纽约由女初长成,亮在荧幕人尽知 咱们频道的常驻女神回来了 星天艾伦的拳王首发 带来詹妮弗·康纳丽的第五弹 1988年美国电影《我该爱哪个女孩》 为了许久未见的女友侯丽 马德一个人坐飞机来到了魁北克 在学期里,他因为奶奶生病请假回了家 到现在都没有回学校 这一次是女友主动约的他来度圣诞假期 17岁的詹妮抚青色中透着灵动和俏皮 完美的胸臀曲线散发着少女的无敌魅力 一个同时拥有着迷人笑容和魔鬼身材的女孩 怪不得男友马德为之深深的着迷 可直到所有的乘客都被接走 她还是没有等来自己的恋人 正在郁闷的时候,一双手俏皮地捂住了她的眼睛 闻着那熟悉的发香是吼力没错 女友甜甜的一个吻衣扫她旅途的所有疲惫 女友自己开车来接着她 一路上两人欢声笑语 欣赏着沿途圣诞的美景 到家后两人刚在甜蜜的索吻呢 女孩那古怪的家人就一一亮相了 虔诚信奉天主教的严格老妈 永远光溜着上半身的哲学家老爸 严苛又不苟言笑的家庭牧师 还有两个同样美丽动人的活泼姐妹 好奇怪的家庭组合呀 可容不得马德多想 同样古怪的餐前祷告开始了 结束这一场尴尬的 是另一个更为尴尬的场面 马德提了一嘴 关于外婆的病她很抱歉 这下好了老妈直接抱走 姐妹们全都跟了过去安慰她 就剩下了一脸懵圈的马德 但真正给男孩一万点暴击的 是晚一点女友的一句话 好家伙这玩笑开大了 不爱我了你还叫我来 就算不爱了 你选择放在我道的第一晚就说 不甘心的马德一路跟了上去 却被老妈以为 女儿要去她房间一把给拽了回来 另一个匪夷所思的画面亮相 大姐就这么旁若无人的晃悠 马德的眼睛瞬间瞪得滚圆 啥咚咚 这一家子有个正常点的吗 和老妈谈完心的女孩出了门 亲吻过她的额头后 飘飘然的就进了自己房间 天哪 这是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所在 但吊诡的事并没有结束 一个男人爬到了二楼 摸进了大姐的房间 不过很快就被查房的老妈给吓跑了 但也很快了 一大早和全家人去过教堂后 一起来到了精神病院 昨晚马德关心过的外婆闪亮登场 又是一个意外 外婆第一眼就把马德认成了 她已经过世的丈夫 竟然还是同名 外公他也叫马德 看着外婆日渐衰竭的精神和身体 猴力的心里不是滋味 从医院出来后 她就扭头先回家了 好家伙 古怪一家人的故事 这才刚刚开始 当晚马德刚躺下一个女人 就进了她房间 不是猴力而是大姐呀 钻进被窝后她感叹 我感觉猴力是喜欢你的 还有我并不希望你走 说完自己就撤了 就和她进来时一样 第二天是猴力的生日 家里的传统是在寿星醒来时 在床尾给她放好自己的礼物 轮到马德的时候被发现了 女孩当时那个愧疚啊 觉得不该这么绝情的 想着让她上来 眯个一分钟再走吧 这才刚躺下 好吧又被撞破了 在这个传统离奇的宗教家庭里面 婚前就那个是绝对不被允许的 好在女友派胸脯保证 两人真的并没有发生什么老妈 这才作罢 可紧张的马德还是丢了一次脸 马德的痴心再一次地让女友心动了 手拉手地漫步了 挨挨白雪后 回家时却发现一个人都没有 好机会啊 猴力的小眼神出卖了她的内心 怀春少女的诱惑力是最为致命的 更何况是这样一个 从小就亮包的美人胚子 紧着最后一丝不履浪漫的情歌里 这一对小年轻终于深情相拥 就冲着这一刻 这趟魁北课就来指了呗 但也仅限于到此了 刺耳的电话铃打断了这对小鸳鸯 果然还是那个阴魂不散的老妈 他们就快到家了 哎呀 这个画面也是女神康纳利的第一次荧幕现身 画重点了兄弟们 这还没完 马德当然不肯就此罢休 撵着女孩就一路屁颠颠地跟去 好家伙 此刻的马德就差一个地缝了 惊喜变成了惊吓 惊吓扫完了男孩的全部欲望 要不还是泡个澡缓一缓吧 妹妹又进来补妆了 对着镜子调整的女孩不大的骄傲 马德一口气没接上来喷了 这事搞得马德真是白口磨变啊 但他遍体鳞伤的度假之旅 才只是个开头 大姐偷偷地告诉他 咱们家吼莉对你很上头 一会儿在我们房间喜香香等你呢 马德信以为真一路跳着舞扭进了房间 本指望着香喷喷的女友在等他 不过在免费扣出一套海景房后 他的艳遇才到来 哦呵 妹妹怎么来了 第一句话妹妹就余不惊人死不休 我想你了 好家伙刚才在卫生间里还乍乍乎乎的 怎么一会儿就像变了一个人 紧接着妹妹变戏法般掏出了一个东东 套套 跟少女又能肌肤的接触 让马德一时难以自控 快要酿成大错了 妹妹不走那只能我走了 注定又是一个不眠之夜 改变影片走向的 是在精神病院的外婆竟然跑了 跑回了蒙特利尔的寒冷东北 没折了圣诞假期 临时改成了搜索行动 偏偏那儿的夏天都是积雪 出个门还得穿上滑雪板 对于从来没见过雪的马德来说 那可真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 这个意外不是让马德找到了死耗子 而是外婆找到了她 好家伙 接下来就是全片最魔幻的桥段了 马德把外婆带回了老房子 天寒地冻的 加上两人全身都湿透了 在唯一能取暖的壁炉前 发生了一些关于错位爱情 失神诱惑的奇妙故事 马德找到了外婆 猴力开心地送上香吻 但随后又是一盆冷水 好家伙 就像是坐了趟过山车啊 下一个嗨点再次起来 少女的一个深情热吻 但随后大姐的无情打断 让马德瞬间又掉进了谷底 这都是什么人啊 当晚外婆竟然格外地清醒 在毕卢宾的大通铺上面 讲起了外公去世时的伤心 和对她的思念 小伙伴们听得入了迷 亲吻过外婆的额头 猴力和她相拥而睡 半夜的时候 马德起来天柴火 这时候大姐又莫名其妙地来亲了她 还是两次随后就去睡了 这不上不下的什么意思吗 出去透透气吧 还看到了更让她难受的 好家伙不愧是姐妹啊 同时把马德当成了小透明了 一二天老爸也来了 兴致勃勃地带着女儿们去打猎 不会滑雪的小透明 被留了下来照顾外婆 可一转眼的功夫 外婆又不见了 马德的心态直接崩掉 寒冷的天气 渐渐枯竭掉外婆苍老的身体 在那梦境中打扮精致的她 一块又一块地 拉上了老房子的窗帘 就在马德声嘶力竭的哭喊中 微笑着离开了人世 天主教传统的葬礼后 大姐把她带去了自己的工作室 原来她早就发现了男友对她的背叛 但一直隐忍着没有揭穿 经过这几天来的相处 她觉得马德才是个好男人 就在圣诞夜的前夕男孩 帮大姐完成了感情疗伤 她也达成了男孩的第一次 意外的是 当猴力知道后 却一点都没生气 好像早就知道会发生什么 圣诞假期就要结束了 在临走前一天 马德决定去看望一下外婆 耶 墓园前还有一个年轻的女孩 她不认识 但却意外地对她袒露心扉 她爱外婆 等她回过头来 女孩已经不见了身影 揭开这一切奥秘的是 那永远不穿衣服的哲学家老爸 三姐妹就如同希腊神话中的 美慧三女神 分别是纯洁狂欢和爱情女神 而既女性魅力和美丽化身为一体的 则是年轻时候的外婆 看着画像中的美人 马德一时也看呆了 爱情性爱裸露 生命和死亡 影片由浅如深的爱个探讨了每个主题 在一个奇幻般的圣诞假期后 南海马德一定是获益匪浅的 他对爱的追求 使他对情欲和真爱之间的界限 有了全新的认识 看着很舒服的一部片子 可以说是重拾了一些人 对于日渐衰落艺术电影的信心 1988年美国电影 《我该爱哪个女孩》 剧情和表演都是三星 卡娃五星 综合三星版 女神就是女神 丹尼弗·康纳利比看的早期佳作 Depending大家跑来 刚才看我 唇yy That Somebody 日期望 这些新空开很明 ところ